入集相當乖巧 最後入集有形格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第五場賽事 國際一級賽12米 狼琴標 香港短途錦標準備 大二門就是耀馬幸運如意 好 這一開集應聲彈出有形格幸福之數 再看到外面有積多福 中間藍衫新力鋒 中當紅衫還有幸運如意 在內蘭龍城勇將外面橙衫還有記錄在案 在馬林中當紅帽就是反叛單區 外面白衫藍帽就大人大勇 尾四左右 彎到赤進 尾三 內蘭有華欣亭 外面是光明 包在尾福巢 過了八百轉彎 前面幸福指數放 接著第二位有積多福 第三位粉紅眼罩有形格 在外面反叛單區 內蘭紫色衫 龍城勇將 中間位置是新力鋒 在中档橙衫記錄在案 外面白衫還有大人大勇 幸運如意在馬林後面抽到外面找位 最出還有轟名的馬 入徵最後直路 幸福指數埋便佔先 積多福第二位 粉紅眼罩有形格上 接著他的路上還有新力鋒 在外面追有幸運如意 最出是福少 最後二百米 埋便幸福指數 鬥緊有形格 外面幸運如意撲上來 最後變成華欣亭 接近終點有形格 贏出短度錦標第二名 幸運如意 埋便就是幸福指數 結果本地代表包辦了頭三名 有形格 今場再次移檔起步 入彎拼出去中档 結果先走了 而幸運如意 今場跑法較為被動了 摺在大日尾五六位轉彎 才以擺正拼出去外面追 前面有形格已經走掉了 至於第三名 就是放在前面走的幸福指數 第四名的馬就是華欣亭 走得快,好世界,有形格 幫我們香港 保住香港短途錦標 幸運如意這場馬的祭遇 真的可以說得上差到不得了 沒辦法 還是贏不了,雷健威 第二,應該是他贏的 第三,幸福指數 第四,都是我們港隊 華欣亭 你出來的時候 你也跟著日本馬那邊坐了 太厚了 其實華欣亭也很厚 不過華欣亭就在裡面捐 但華欣亭就沒有他的級數 對,沒錯 1、2、3、5 賽果很靜路 1分8秒8 第二門就是姚馬,幸運如意 這一開集應聲彈出 有形格幸福指數 再看到外面有積多福 中間藍衫新力鋒 中當紅衫還有幸運如意 第二,在內蘭龍城勇將 外面有橙衫還有記錄在岸 在馬林中當紅帽 就是反叛單區 外面白衫藍帽 大人大勇 尾四左右 彎道赤進 尾三,內蘭有華欣亭 外面是光明 包了最後是福兆 過了八百轉彎 前面有幸福指數放 然後第二位有積多福 第三位粉紅眼罩有形格 在他外面有反叛單區 內蘭紫色衫龍城勇將 中間位置是新力鋒 在中檔橙衫記錄在岸 外面白衫還有大人大勇 幸運如意在馬林後面 抽到外面找位 最初還有光明的馬 入青鋒直路 幸福指數先埋邊佔先 積多福第二位 粉紅眼罩有形格上 接著他的路上還有新力鋒 在外面追有幸運如意 最初是福兆 最後二百米 埋邊幸福指數 正在鬥有形格 外面幸運如意撲上來 在後面有個華欣亭 接近終點 有形格贏出短路錦標第二名 幸運如意 好 看看頭二馬章上了 因為這隻有形格直路 先走 進來直路二號還要找位 結果就是欠這個短碼頭 幸福指數也跑得非常好的水準 真的沒有上季那麼好 這裡一號 外隊馬也是不夠跑的 是軍名的 那隻福兆最高級的 除非有龍王就吸數 對 好 恭喜潘頓和蘇波羅 對 我剛才說最重要就是 目標要清晰 你明明就目標一定是 做好了 也要講一下運氣 Zaq 很高興 你今次的過程 如何是這樣的 oh yeah it's um it's a good feeling because you know we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we're starting to lose him and we know he's a warrior and he gives everything he's got and although he didn't perform his best today his heart's just so big that he was able to give us that effort he looked tremendous before and looked like paul had done an outstanding job on getting him ready on the day he had he'd fine-tuned him and dropped um the extra little pounds that he was carrying and got him as best as he could for today so he's done a great job and it all went without any problems at any stage yeah we had a lovely run in the race and um coming out and he was just able to amble up and you know it was hard for at the end but like i said he's all hot well done 潘頓 幫你有型格再贏一次香港的短途錦標 結果1 2 3 5 這四隻就反省回新力鋒 那也很合理 對啦 跟大家很多朋友預期都是因為預料到一樣 其實就算是一樣了 其實就是預計都是不是很大分別的嘛 對啦 就是大家都感覺到啊 就是我們香港馬真的強了 就算有型格位去日本都送你啦 就是我們香港馬真的強的 就是我們香港馬真的強了 就算有型格位去日本都送你了 楊山網鏡頭楊山 楊山網鏡頭楊山 哇 很多朋友可以在草地 是的 阿 阿朱好客 朋友多 大賽嘛 贏了今屆已經是這項錦標兩屆的盟主 有型格 謝謝 班長了 班長了 外府也有來 是的 接下來是項獎 官頓太太 看著她老婆 很快 我想為何自己走過去 草地凹凸凹凸的 好 看到馬主 抱著蘇寶羅 當然開心 夠黃了 褲子莊來的 輪胎都一樣 對 好 又看看 精彩的慢鏡 我看到法寶 各位來賓 浪琴標香港短條錦標頒獎人式 現在開始 好 各位 各位 女士和先生 各位 各位 這張 獎紫 這個獎紫 看著我 好 各位 好 私人 謝謝 各位 我們請我們香港賽馬會扶主席周永健先生 頒發我們的獎杯和進馬同將 讓我們勝出頭馬有型格的馬主楊毅先生 我們請我們香港賽馬會扶主席周永健先生 Paul O'Sullivan 還有我們的勝出頭馬主席 Zack Curtin 繼續有請周永健先生 將進馬同將頒發給我們勝出的 連馬師蘇姆羅 和我們勝出騎士潘頓 謝謝老師 請我現在邀請楊毅先生 管理主席周永健 Hong Kong Limited 向勝出頭馬主席 獲得勝出頭馬主席 繼續我們有請 領事家集團香港董事總經理 盧克陳先生 將浪琴錶致送給我們勝出頭馬的 Zack Curtin 有請各位起立 中文字幕提供 在《Long Gin Hong Kong Mild Trophy》 表演後,在第七章 謝謝各位 《Long Cung Bill香港短途錦標》的頒獎 儀式已經圓滿結束 約定大家第七場的 《Long Cung Bill香港一里錦標》再見 《Long Cung Bill香港一里錦標》 鏡頭已經很精彩 巡頭影片 看看一隻幸運月二 對, 他排在五檔 出集的拍攝已經是左看右看 先確保自己看在甚麼位置 實際埋利是積多幅 裡面位置是幸福指數 中間是頭馬的有形格 另外大人大勇 因為位置不太漂亮 所以比較吃虧 另外龍城勇將 彎刀赤盡在尾上是灰馬 另外幸運如意中間撞來撞去 前面位置是新力風 另外還有紀錄在外面 包美華欣廷和黑衣服的那隻是福紹 福紹違反了他在英國的跑法 選擇留在後面 這裡被日本的彎刀赤盡 幸運如意出不了 但前面有一隻紀錄在岸 那輛貨櫃車又阻礙著 所以入到直路這裡 再強行才出去了 但有形格已經是踏順了 走掉了 如果大家是雙弱狀態的話 你是很難追得到這麼多馬位 環廷是立心省在裡面 但只有這麼多 幸福指數也過不了 所以如果你看走勢 頭馬也應該是2號 但真的沒辦法 跑馬就是這樣 跑法問題 23秒91 22秒12 22秒78 總算是1分8秒8 總算是1分8秒8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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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